为了回馈乡里也照顾地方弱势 花莲阿斯玛丽井大半店19号的晚间 特别设席 请了30多位的花莲家福中心的孩子们和家长用餐 而市长魏佳燕也都特别到场 自证感谢状 希望有更多的企业社团或者是个人 可以在有余力之际 能够多多帮助这些社福团体 给他掌声一下好不好 为了回馈乡里也照顾地方弱势 花莲阿斯玛丽井大半店19号晚间 特别设席宴请30多位花莲家福中心的孩子们及家长用餐 并安排他们体验饭店的同玩设施 让小朋友们都好开心 那对孩子而言 他们可以进到餐厅里面用餐去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所以他们是 特别是坐落在花莲市的餐厅或是饭店 那这些都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对他们来说 那其实这些的一个经验呢 对孩子们来讲就是一个不同的体验 其实平常我们已经有跟家福的一个联盟去做一些合作 然后让他们的一个产品可以被更多来花莲的旅客看见 那进而去做一个购买以及支持 那所以这一次非常有荣幸可以跟花莲市公所一起合作 那可以把我们的温暖跟我们的感谢跟自豫去照顾给这些小孩 希望也可以藉由这样子的一个春酒 然后这样子一个互相的一个活动 可以让我们跟家福的感情可以越来越紧密 而市长卫家宴也特别到场颁证感谢状 感谢周玉玲总经理热心工艺的善举 也希望有更多企业团体能够一起加入社会工艺的行列 其实也很谢谢我们的周玉玲总经理 那其实常常都会鼓励孩子们 然后还有一些团体都会邀请到饭店来用餐 那也谢谢他 那未来也希望说有更多的企业都能伸出一下我们的一些元首 来鼓励这些孩子们 而目前恰逢开学 花莲家福中心也持续在募集奖助学金 虽然开学至今已经募集到七到八成 但仍然还是有两到三成的资金缺口 需要社会大众的支持与推广 一同帮助家福的孩子们能以学习翻转贫穷 记者徐立晴花莲市报导 谢谢大家